岂有吃鱼 一定要把偷外卖的坏蛋 撤出来 笨 太不笨了 我们偷人的外卖 又快偷了 这都已经叮发是吧 哎 到底是谁那么大事啊 那一定是个大巨人 才能一次吃下五分外卖 那他是谁 必须拿下 第一步 封销 第二天 友友们 外卖贼还没出现 我这边也没有发现可疑任务 是不是有人走路了方生 外卖贼傻得不敢来啦 那不可能 我们全部收口如瓶 我觉得 就是昨天那五分豪华外卖 把他撑坏了 所以今天来不了了 厉秀时间 在这鬼鬼吹吹干嘛 赶紧回家死啊 好的校长 友友们 校长来了 掐车了 掐机车队 撒 我不是见鬼了吧 以后功夫 坏了就不见了 不就败败败贼 嗯 友友们 今天行动失败 只能采取第二步了 查监控 可是 监控在学校办公室 我们看不到啊 对呀 除非 负责监控的陈老师越挠了 没错 12点50分 正是陈老师的午休时间 走 好刺激呀 带上我 我去家 然后 陈老师 对不起了 我看一下就还给你 看你看看 谁是外卖贼 在哪里呢 哎 找到了 大草帽全成这两 下午第一节课 二人节课 我们去西洛萨 嗯 西洛萨 借你的车用一下 你能全身突然肚子疼 那去上医院 怎么突然肚子疼 哎呀 吃了 路分别太大外卖 嗯 快点浮出水面 哎呀 哎呀 这些人 太坏了 啊 啊 是他 什么茶茶 哼 偷拉外卖 还快点人 哎呀 你才叫他长 无诞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随便拿吗 哦 咱俩好聪明啊 简直就是我的女生